大家好,我是吳仔 音樂神童語言 什麼好呢?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我們講音樂神童的語言 之前說扔七個核彈 不是喔 不是喔,現在計算到有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 不是喔,至少四十萬人 這個要看看,待會大家都害怕 另外說法國勢力的馬克龍 成為了歐美的拱敵 為什麼?被人割了一隻? 因為他來了中國之後 他叫歐洲人 其實習主席偉大 習主席好 然後人們就說 不跟你玩,你這樣 現在美國都發聲 你現在說到拜會的中國 我們不想見到這樣的情況 現在這個法國為什麼會說呢? 難道拱利出手? 夾一夾夾了他回來? 另外提到 有人發現他的女朋友是吸血強絲 這次男朋友嚇到死了 這次麻煩了 見到女朋友吸血了 另外看到 美國肯塔紀州搶擊案 嘩,原因出爐了 原來是他員工報復被人炒魷魚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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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出現泰國版的小龍類 喝醉的男人在電纜上睡覺 這樣也燒他不死的 究竟有什麼奇人異事呢? 好,我們教個波給OK仔 OK仔 謝謝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先跟大家說說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方面 哇,俄羅斯有什麼火山嗎? 我都第一次看到 就說原來俄遠東陷冊加半島火山大爆發 嘩,在哪裡來的呢? 我也不知道 說到俄羅斯這個陷冊加火山 就噴了出來 俄國遠東地區陷冊加半島 這個社為留期 火山今早大大爆發 說到火山灰衝了十公里高 對航空交通造成嚴重威脅 哇,說到沙塵滾滾的殺錯良民 應該沒事的應該 路透社報導 這個火山發出爆發的預警 我們的應急小組 發出了這個紅色預警 指出有一大片火山灰 就向著火山西方移動 說到可能噴到十五公里高 說到有可能影響國際的航班 哇,原來 這個社為留期火山 是陷冊加半島 最活躍的火山 一萬年以來有六十次重大爆發 是這樣的 幸好 你知道如果是的話 莫斯科噴到落 莫斯科 普京真是不方便 這次 說完這件事件之後 也跟大家說回 美國肯塔基的銀行槍擊案 現在說到槍手拿著一支步槍 衝入銀行大樓射殺同事 造成五死九傷這件事件 有消息指出 槍手用了AR-15半自動步槍 射殺了四名同事 造成九個人受傷 當時這件事就說到 懷疑 原來是那個槍手 因為收到通知 就說 需要被人炒魷 所以就趁著公司的同事開會 走去槍殺人 真的是這樣嗎 現在就看看當地的報道 更加說到這位槍手 更加在Instagram做直播 哇 不是吧 幸好 槍手被警方擊斃了 哇 這樣 所以你說都很頭癢 這件事件真的慘不忍道 你還放在IG上直播 這件事件 講到Instagram的母公司 就已經立刻刪除了一條影片 真的 非常之恐怖 被人解僱而已 不需要這樣 可能身冤、含冤 可能被人鬱 真的不清楚 另外 現在跟大家跟進一宗消息 先講一下馬克龍 馬克龍和我們習主席 攜手在中國 談過很多生意回來 他更加表態 呼籲整個歐洲 拜託 不要 大家捲入台海衝突 自己動之旗 出來 這件事我們日前也講過 就著這個言論 引起對華政策 跨國會議會聯盟不滿 他們強調馬克龍不代表歐洲 馬克龍 現在真的被人搞到 感覺上 馬克龍 馬克龍 當然是 背割你 什麼時候輪到你說話 會不會成為 美歐公敵 看一看 也像 這件事 看看聯會聯盟 說些什麼 由三十多名對華政策 跨國會議會聯盟 國會議員發出聯合聲明 指出 馬克龍的涉台言論不代表歐洲 將盡力確保北京對台灣的立場 從國際社會上 收到應得的敵對回應 而這份聲明指出 聯盟成員對於馬克龍的發言 感到非常失望 特別是關於歐洲 應該避免捲入台灣衝突 這個聲明更加提及到 在北京增強南海軍事演練 並且向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展現 支持的之際 這個是對台灣送出 漠視訊號的最高時機 最高的時機 所以議員同聲譴責馬克龍 這個判斷失言 不僅無視台灣對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更加傷害了國際社會 維持台海和平幾十年的努力 應該以歷史為鑑 批評過去對威權政權的妥協政策 是沒有好結果的 可惜法國總統看來好像沒有學過這個教訓 所以這個強調 馬克龍的聲言 以及歐洲 都受到嚴重脫節 我告訴你 你有你講 現在西方政界群起 就嘲諷馬克龍 現在做了一個新的名詞 就叫做 馬克龍 意思就是賣歐求榮 在馬克龍的名字上面 給他一個ING 真厲害 現在都知道 很多人都對於馬克龍 這個言論 都覺得非常驚訝 當然我也分析過 會不會傳歐歐洲公敵 看他自己是否想爬 中國方面都要留意 你不要想著現在找到法國 這個總統支持你 他就可以 政策就傾斜 大家就整個聯盟 因為你都知道 歐洲那邊 真的是一朝天子 一朝神 法國總統轉過頭 不見了人 換了別人上去 那些政策又亂了 是呀 他可能一陣子整個彎 我 很撐什麼什麼 我真的站在這裏 到時候 所以 這件事情 我自己覺得 都不可以相信 都是那一句 求人不如求己 最重要 自己 國家強勁 就不需要刻意 就去求人 是吧 反過來 你說不是 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 就不能說 是不是求人 但是 這個世界講 當你有實力的時候 人家敲你門櫃 在你門口 叫救命 扣你和我做生意 是不是 現在不是的 我又沒有說 中國是求法國和他做生意 但是 其實某程度上 可以看得到 中國可能在合作上面 在經濟上面 互相 就很多 叫做合同 簽約 這個叫做 利益當中 可能 見錢開眼 馬克龍就說 一些這樣的說話 引起 他真的不怕激怒美國 所以 你背後又要去揣摩一下他們的人 說什麼 還有他的想法 我也是覺得 他隨時會變 那些立場 他們的立場就是沒有立場 是的 那些劍鋒洗陀厲害 都很厲害 西瓜搞大變 當然 有人未必認同 因為始終馬克龍 可能他本身比較親中 有人覺得他是親華的感覺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都不太好 那 無論如何都好 這件事我都覺得 繼續看 其實現在 很多人都覺得他好像在落 一個賭注 為什麼呢 因為某程度上 你看到 美國現在就立立亂了 那些機密文件就爆到 亂了 那拜登的總統任期 很快就完結了 那他能不能夠連任 也是一個問號 那如果下一任 他們的美國總統上場 對華的政策又會是怎樣呢 如果突然之間轉彎 大哥 他分分鐘 就是跟不上的 你知道 你美國就說 軍事強國而已 靠工具 夠了 那中國某程度上 都未完全是說 感動你一分一毫 但是 喂 在歐洲這麼多國家 某程度上 很多時候都要繼續 跟中國做生意 你喜歡 美國就有空制裁一下別人 美國 法國 或者其他歐洲國家 他們沒有這樣的 法國 你看到現在 他們的經濟都這麼差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自己覺得 歐洲 現在 你經常說歐盟 歐盟 某程度上 很快就有四分五列 看這款 你一定是 你一定會有些人 可能覺得 不是喔 從生意的角度來講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支持中國 有些人就覺得不行 我們從政治的立場出發先 從這個 世界主義 很多不同的普世價值 對吧 那種立場出發又很不同 什麼都好 這件事件 也可以看到 現在 主流的社會 一面 就在這裏 群起 馬克勞 在這裏 你見美國沒有出聲 這個時候 我覺得美國都很聰明 等你們西方社會 先吵 在他的立場 他又處見不驚 第一件事 他自己都很煩惱 他有很多大事要做 例如 就算這個無間道事件 會怎麼樣呢 現在美國的軍事機密外洩 導致很多國家都很緊張 更加說 當中說到他們的盟友 埃及計劃製造四萬枚火箭導彈 運到俄羅斯 哇 不是吧 埃及總統西西 真是下令官員 對生產和運輸火箭彈的保密 以免西方國家出現磨擦 哇 你真是死 這些所謂的機密 一爆出來 美國很多事情都知道 有些位置上又不出聲 所以 你說美國是不是很狡猾 當然狡猾 原來你什麼都知道 你那些盟友運到俄羅斯 你又不出聲 那邊又說幫烏克蘭 說到裡面的機密很誇張 他們那個機密是不知道烏克蘭 他們沒有辦法去理解到烏克蘭前線的情況 但是他們對俄國 即普京 什麼時候炸到哪裡 完全一清二楚 真是很奇怪 當然 安插很多針 大家在心中 你幫我搞定情報 我就給你一張綠卡 這件事也是必然 所以你說 哇 這些情報爆出來之後 你對很多國家都影響了心願 現在 拜登當然是頭銀 你那個法國總統在那裡叫救命 但是 你說是不是不會處理 不是最優先 首先現在搞定他們自己內部 那個敵我矛盾 現在 Donald Trump 接下來又說要過課 在4月13日 那天特朗普 就會回到紐約 做出庭作供 現在就說 就著這個欺詐案件 有俄羅斯衛星通訊報 引述美國媒體指出 特朗普 就說 會在4月13日 就會針對 他的公司 或者他 以及他三名子女的商業詐騙 作供 那到時候 看看情況 會是怎樣 講完這些事件 大家到另一個話題 就是 之前說到 如果中俄大戰 就弄八飛核彈出來 現在有報道指出 如果美中 因為台灣打仗 那就大了 如果可以出動 又是兩個核武國家 中美也是核武國家 如果他們真的打仗起來 大鑊 將會放二十四飛核武 最少二百六十萬人死亡 哇 這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件事 所以 你不要以為 關核彈過癮 不是很過癮的 二百幾萬人 你想想 如果這二百幾萬人 在香港計算 沒有了三分一 沒有了三分一 也不止 你幾恐怖 你可以毀滅大半個香港 人 根據日本長期大學核武廢子研究中心 基於目前的國際形勢 實際在東北亞地區 如果動用核武的話 會造成多少人喪命 進行模擬分析 近日發表這個研究結果 這個結果顯示 如果中美因為台灣問題 如果動核武 最少不用二百幾萬人 二百六十萬人 就算他們說到核武 受到地區限制 核武用了幾個月後 這個地區依然還有最少25%人口死亡 你想一下 所以多誇張 是啊 說到他們針對著這件案件 即是他們的預測 他說如果中美真的開大戰的話 他說 共軍 即是解放軍 率先動用核武 而美中將這個攻擊 即是大家互飛的軍事設施 預計 起碼要用二十四飛核彈 哇 二十四飛 那時候 美國打日本仔 扔兩飛 立即收檔 日本立即舉手 不過是什麼阿西 是不是 哇 我當你兩個國家 一半 你吃十二飛 我吃十二飛 你一定是打一些重點的 我當你 你美國 可能打一些大的州份 幾十個州份 你打了十幾個州 跟著中國 你打那些 如果美國打中國 那你就打成事 哇 整個廣東散被打了下來都像這樣 上海 北京 南京 哇 那些河南河北 沒有了都像這樣 那樣搞法 哇 真是頭都大了 所以你說都不是野小 那現在他們日本方面 希望 各與各之間 能夠把誤會 和那些矛盾 消除 那這件事 就說到 萬一就算用核武 一飛 都可以造成很大傷害 那基於這個研究結果 希望 各位拿著核彈的領導人 真的麻煩你三思一下 唉呀 真的 三思一下 唉 所以有時候 你說如果是神拿核武 就有不同說法 是不是 有些人就覺得 人哪可信 你好像金正恩 突然之間 喜歡弄兩飛 不小心射歪了 又說不好意思 那樣 所以人 你是沒有辦法揣摩得到 他想什麼 如果你能夠揣摩得到 他想什麼 我相信那是神 所以還是給神拿核武 好了 另外說一下 克里米亞 因為說到俄羅斯的軍隊 現在在克里米亞 挖掘防禦工程和戰毫 試圖防止烏阿蘭奪奪回這個地方 有專家認為克里米亞可能成為烏鵝下一個血腥戰場 你看到如果俄羅斯軍隊在掘戰號 即是死手 打手 打手 中央期間 克里米亞邊境和周邊地區已經改造成為堅固屏障 範圍延伸到邊境穿落 同時製造和擴建了幾個重要的軍事基地 由4月1日起的衛星圖更顯示得到 克里米亞塞瓦斯托波爾港的俄羅斯克海艦隊基地 就設立了海上屏障和幾個新的基礎設施建築 那真是很久打了 如果你這樣說 春天已經很熱了 我們都穿短袖衣服了 是不是真的要做一場大戰呢 當然我立場來說 我當然不想他做一場大戰 但不是我想就行 但如果基於那件事就是 你真的要來的 不如早點來 完結了 大家都想快點完結 好了 再說另一宗新聞 什麼事呢 說一下 現在美國和菲律賓 啟動肩並肩的聯合軍演 說到三十幾年來 規模最大 在台海那邊說過 中國內地新聞的時候 就說 內地那個舟山艦 舟山艦 就說發通訊給台灣的海巡艦艦 就說一下 那些照片 也要交差 因為接下來 美國菲律賓 整個堅並肩作戰 要拍照 不知道什麼事了 但說到現在 美國將會在 在菲律賓的旅宋島 北部 打風 巴拉網省 巴坦群島省 三苗禮事省 這些地區舉行 進行海上安全 兩棲任務 實彈射擊網絡安全 反恐行動 減災救援人道主義 哇 這麼多事情 難怪的 他們這次說到超過 17,000個軍事人員 參與這場行動 5,400個菲律賓 12,200個美方人員 教一下 教一些菲律賓特警 我還好記得 大哥 你拿著鎚子 真的搞不定 美軍 麻煩你 你反正都是教 教好他 另外還有 百多個澳洲軍事人員 將會參加軍演 日本都會派出軍事觀察員 這件事 不知道 中方都沒有什麼 說的 因為 汪文斌 在這個禮行記者會上 回應 美國和菲律賓軍演的時候 他說 有關國家的交流合作 不應該針對第三方 他沒有針對第三方 所以你看 中國方面也沒有什麼 發聲 另外也要跟大家說 嘩 如果發現你女朋友是這樣的 你豈不是嚇死你 什麼事呢 近日 網上有個男生 在網上贊文 就說 他跟他女朋友同居兩個月 竟然發現到對方 有些恐怖的習俗 習慣 令到男朋友 無法接受 網民看完之後 然後覺得 嘩 眼都反了 神經病 不如他建議 這位網民 男網民 抓你女朋友去看看醫生 甚至乎拿去化驗 好了 我們看看究竟是怎樣 這件事件 這位男網民 就說他們拍了一年半 同居了兩個月 有一天 話說女朋友去廁所的時候 他又衰革了 打算去廁所一起拆牙洗臉 順便在廁所上不知搞什麼 誰不知 誰不知 他發現了女朋友 拿著一個小杯 在搶東西 嘩 不是吧 然後 一進去廁所 看到 廁所充滿血腥的味道 嘩 然後她女朋友 嘩 張開嘴 她聯想到這幾天 她女朋友來的M 於是 她立即上網查一下 她女朋友拿著月經杯 就懷疑自己 嘩 在喝自己的驚血 想什麼都想吐 神經病 是不是吸血鬼來的 好了 她忍不住問她女朋友 她女朋友就說 是啊 我喝月經 驚血 因為我從小到大 很喜歡這種血味 她說她從小到大 一傷口的時候 看到血就糟了 嘩 吸血鬼 嘩 嘩 嘩 清液覆煌 大哥 大哥 一發不可收拾 總之各種血味 嘩 嘩 這位男事主 覺得這個習慣和吃秘史差不多 我覺得恐怖很多 嘩 你真的看到血是 她不會覺得是恐怖 有些人會見魂 但她是覺得是興奮 她甚至想吸血鬼 所以這種癖 女朋友就說 我會慢慢解釋 很多網民就說 嘩 不要啦 這麼噁心 有這麼多細菌 有人就說 比吃秘史嚴重很多 她說 你 折蜜的時候沒有味道嗎 如果入五海 那味道應該很重味 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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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喘你的嘴 咬喘你的嘴 咬喘 東城西咒 馬上變了 另外 有人建議 這位男士 帶女朋友去看心理醫生 幸好 後來這位男士主 跟女朋友攤牌之後 跟女朋友一起去看心理醫生 會繼續做治療 也好 好過一句話 分手就算了 因為分手不一定可以解決到女朋友這件事 你陪她 可能得到更大的支持 可能效果會更顯著 另外也跟大家說說 菲律賓 原來他們現在叫聖州 Holly Week 因為在4月2日到8日 是他們的傳統節日 叫聖州 這個是長假期 但是在這段時間 有幾百萬人去到海灘 就欺水 導致意外貧生 說到最少有72個人遇獄 警方說 哪有這麼多 多到不尋常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跟大家看看 他們的警方說到 今年浸瓜的人數多到嚇到人 可能跟疫後報復性旅遊有關 由於民眾太興奮 去到海灘和景點玩 每個人一看到水就興奮起來了 導致浸傷的事件更加容易 也是的 太久沒玩過水 不要啦 不用這麼興奮 不過有些人是會很興奮的 另外也跟大家說說 馬來西亞是一宗17年的大車禍 當時一位22歲女司機 叫沈可亭 撞上一班飛車少年 造成八個人死亡 原本他就無罪釋放 但是檢方提出兩次上訴 上年四月的被判 六年刑期馬上關押 說到最新判決又出勞 法官推翻原有裁決 沈可亭上訴成功又當庭釋放 他又露出笑容 這件事件也會引起很多人爭議 如果他真的撞了 因為說到他們是撞了 改裝單車 類似改裝的小子彈 這個女士對於這件事件 她承認她的行為是導致他人死亡 但她不是故意的 因為懷疑 可能這班飛車黨 他們本身都是在路面上亂來的 但是很多人對於這些飛車黨 都是非常討厭 因為原來在馬來西亞 他們叫做蚊型腳車 他們將腳踏車改裝 說到為了追求速度 連鋪板也會拆掉 而說到在踩過程當中 還要把腳踏起來 整個人趴在單車腳踏車上 享受這個速度 那就是那些類似子彈仔 那你也是 這件事是累死人的 反過來有人覺得 他撞死人不對 我一次過撞下八件 有人覺得這件事件 是那些人自己拿來的 所以原本判他無罪 現在再判他有罪 再判他無罪 他又無罪釋放 但是很多人都叫做 聲援他 因為他本身那些蚊型黨 實在太可惡了 是要有些事件才會害怕 但是我也不會說 始終也是人命 另外也跟大家說說 泰國出現小龍女 不是吧 這麼厲害 泰國小龍女 我問一下五仔有沒有見過 沒有 原來不是小龍女 是男人 他應該沒有見過 原來在泰國 日前瘋傳了一個相片 就說 有個男人 躺在電纜上面 哇 這麼厲害 你是絕緣體 應該 應該 那些街坊以為他暴斃 那麼就立刻 報警求助 當然了 你睡了上去 那你 附近善堂的義工 打算怎樣 撿他鹹魚下來 那 發現到他走過去的時候 原來他睡著了 喝大了兩杯 好厲害 你喝大兩杯 會找個地方睡的 幸好他又沒有電親 如果不是應該就 混啊混啊混啊 BBQ 這個男子被救回地面之後 就清醒了 他說 為何會喝醉酒 原來他買了六合彩 中了獎 太開心了 但警方說 我明白的 你興奮 但興奮也要有個譜 於是就倒了回去 哇 真是離奇 所以這些事情 不要學 今集影片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Bye